我們今天講一個可能大家身邊曾經有聽過朋友發生 但是又不是一個我們不停講 但是實際上一直都有人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一個大動物撕裂的問題 首先我想要有一點根基就是什麼大動物 大動物就是將我們身體由心臟泵出去全身的血 帶去全身的主血管 因為我們心臟的頂就是我們從心室 左心室就是要將血泵到全身 我們一離開的心臟 那條大動物就是向上的 然後就是一個彎 我們叫做一個拱 一個arch 然後開始向下 向下一路就延伸到我們大概那個 腹池下面那裡左右 左右再分一條血管到腳那裡 那條主後由心臟一路下去 是一條很粗的 差不多我想你預備是一個 一條青蛇的粗幼的一條管 那它那個內壁後的 不同我們普通的那些 譬如我們通常去供應我們身體 其他器官那些血管 通常是說 譬如心臟那些 只不過一支原子不心的粗幼而已 那你譬如是 是可能那些供應那些 腸臟那些 那些血管 最多都是一條電線 一些一般那些 幼一點的電線 或者現在很多時候 充電線稍為粗一點的 這樣的粗度 但是你那個大動物 因為它是要帶它全身 所以是粗的 還有因為它承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它的內壁是厚的 還有它內壁其實是 內外都是一層比較硬的一個組織 中間那裡是有肌肉在的 那所以呢 如果那個動物 那條主動物有問題 它很多時候是會有一個爆裂 通常呢 爆裂就是沿著它那個長度 直的方向爆開的 不會說是在環切這樣爆的 通常就是 其實那個情況跟我們一條水喉爆很相似 你水喉都不會是 除非是你屈它才會裂 不然通常都是沿著直那裡爆開的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撕裂和爆裂的分別 撕裂我英文叫做大setting 目的意思就是它裡面有一層유的話 裂是把它裂開的 這些血離它的氣肉呢 就由那裡滲了進去 那是什麼呢 它沒穿去外面 因為如果它穿在外面 就是爆裂 爆裂就是會讓你的水喉整條爆開 你這穿海水便會發出來 如果爆裂便會在一個极之危險 因為你一爆裂,你的身體是高壓的情況 你的血就隨便泵到腹腔那些 你可以在五分鐘到十分鐘之內 已經差不多流失你身體六成到八成的血 那些是很難救得回的 但是爆裂就是這個 撕裂就是裡面的壁爆了 看它爆裂有多長 小的就慢慢滲了 但是始終有高壓,血會滲入中間 然後血慢慢積了,就慢慢越扯越大 它扯到外面有個硬度 開始向上,向下慢慢去 還有圍著它的管壁,就開始越撞越大 那就真的要看時間了 如果它的口大,它可能就會流得快 如果它的口小,可能會流得慢一點 在那個過程,如果是慢慢滲滲的 有時候你未必會有症狀 如果滲得比較快,你就很多時候會有一個痛楚的感覺 很多人有些人會形容 甚至真的覺得是一個扯裂的情況 有很多小的我們叫做血管扭 就很多時候不知道 通常是在驗身的時候才會知道 醫生就說,你有個血管扭 真的要快點去看清楚 小的我們很多時候 未必一定要做手術觀察 看看它有沒有繼續大 因為有些可能是曾經爆了 因為小的,它可能自己的血塊可以封得住它 它沒有繼續有血流進去 這樣就算了 但是這個是一個警號 爆過一處,可以爆過另一處 所以它要很努力 很嚴謹地去控制血壓 不要令血壓高 如果大那些,就唯有要做手術 尤其是有症狀會痛 那些 撕裂呢 都可以 其實很多做手術的急性的撕裂 做手術的時候 開出來那裡可以隨時有 500cc 1000cc 甚至15cc的血狀 換句話說 你是一般是說 兩罐汽水 三罐汽水 甚至是六罐汽水 那麼多的血在裡面 所以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如果它是影響下去其他 因為那些血管有分支 如果影響下去下面那些 供應腸啊,供應腎啊 那些血管的時候 塞住它的時候 因為固住那些血管 被淹不住 可以有急性腎衰竭啊 小腸呼死啊 那些情況出現 所以是個我們的 醫學的急症來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 就不要發生這些事了 是意思的 這次的血管 那些血管 就是要是不正常的 是不正常的 所以那些血管